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dderman 今天呢 繼續我們的方舟普羅米修斯模組吧 那其實呢 老頭呢 事不相瞞呢 其實 在普羅米修斯剛出來之前 就有一隻從來不曾出現的生物 應該是 簡單來講是 從未出現在這個大陸裡面 自然產生 突然想到蕭志偉 這個你們應該不認識啦 自然產生 我有一個哥哥 兩個弟弟 全部都是婆父 自然產生 沒有啦 沒事 我隨便唱了 不要理我 反正總而言之呢 就是 他是沒有辦法在這個世界裡面 自然生出來的一個 自然出現的一個恐龍 那他叫做虛號 他是需要用指令才有辦法召喚出來 那召喚出來之後 擊敗他能夠獲得什麼呢 基本上其實也不能獲得什麼 就只是打個爽而已 而且重點是 他會十段進化 他會進化成十段 就是說呢 你要打 你真的要完完全全打敗他 你必須要打敗他十次 第十次才有辦法真正把他解決掉 你沒打倒他一次 他就會進化成一次 進化到下一個階段 什麼進化成一次 我要講什麼 進化到下一個階段 所以說呢 這一隻我從來都沒見過 早期呢 普羅米修斯2.0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個生物的代碼的存在了 但是呢 我一直沒有把它拿出來拍 如今呢 普羅米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了吧 對不對 上一集的金屬鐵巨人 待會呢 我會使用我們的 使用我們的管理員 欸不行 尷尬了 金屬人 他不能使用任何恐龍做傷害 他只能使用界線突破過後的恐龍做傷害 完蛋了 我的 我的管理員有辦法攻擊他嗎 我本來想用管理員去殺他說 因為我本來想說今天這一集就是這樣 用管理員去把他擊殺之後 我們帝王暴龍把他擊殺之後 我們再繼續 我們再來玩一下那個 從未出現過的恐龍 虛號 他叫做虛號 是嗎 我看一下有點忘記了 他這邊講說 這邊講說什麼 普羅米虛號神獸 沒必要殺死 如果你想殺他的話 他會變得越來越強 這邊已經講了 他會變得越來越強 是真的嗎 我不清楚 總而言之呢 感覺是真的會變得越來越強 另外兩隻昨天 另外兩隻上一集往生了阿 知道怎麼打 甚至豬有辦法贏得了嗎 我覺得以我們這種血量應該打不贏吧 50億 150億 有觀眾跟我講說要打贏對方的話 必須血量要至少要破百億阿 那我們 我們這次調個千億好不好 這隻是有突破過的嘛 那這隻應該 應該只能用這隻打了 我看到有觀眾跟我留言講說 阿老頭用誰誰誰用誰誰誰 沒辦法 很抱歉 他只能用界線突破的恐龍去打 其他一想天開的做法 絕對不可能 好不好 我已經講過了 如果還要 還要再重複的這樣子 給我這個奇怪的建議 我也只能 笑笑了 好不好 我把我所有的血量全部塗 全部塗在他身上了 好不好 多少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一億 十億百億千億 兩千九百多億 你們買就不是 大蜘蛛 地方的大蜘蛛需要補血 我慢慢給他補一下血 大腿肉我倒是沒有啦 沒有大腿肉阿 怎麼辦 怎麼辦 就讓他肚子餓到死好了 好不好 來把血補滿 我們就準備開幹了阿 他們這隻巨人 已經在等我們很久了 好不好 我們不要管肚子餓不餓的問題了 趕快補滿血開幹才是重點阿 是吧 來了 其實差不多了 好嗎 要硬拼了嗎 要開始了嗎 來吧 阿 阿 阿 攻擊 打 媽的太痛了吧 喔 喔 喔 不要打我喔 我錯啦 欸不可能打得贏啦 太誇張了啦 你們的血都幾千億了 被他揮個四拳就差不多啦 嗨你好 不要殺我喔 拜託 拜託他剛剛揮個四拳我就快不行了 這玩個屁喔 這太作弊了吧這一隻 欸欸欸 這樣子不U阿 我跟你講阿 如果真的是要這樣子搞阿 玩到什麼東西 玩到什麼東西 真的是要這樣子搞喔 我看我就只能 我就只能怎麼了你知道嗎 用管理員了 可是重點是管理員 不能做傷害吧 沒關係 僥倖試一下 僥倖試一下 喔唷唷 這最後的籌碼了 再沒辦法我真的沒辦法了 無技可施了 你知道嗎 喔無技可施了 這隻如果還被他打死 我跟你講真的無技可施了阿 他跑去哪裡阿 出來彎阿 出來彎阿 看見了看見了 咬不到阿 哈哈 呵呵 幹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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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拳繡腿 以放棄 好讓他在 讓他在那個地方 好 咱們在那個地方 讓他自生自滅吧 好不好 我們就用我們的蜘蛛 來打一下虛號好了 好 沒有什麼蜘蛛打虛號了 不說了 來吧 來吧 從來沒有看過虛號 到底長什麼樣子阿 普羅米虛號 好 我們來試試看 靠要我阿龜死了阿 算了 好可憐喔 軟掉了 到哪邊使用會比較好呢 這個地方 OK就決定是這裡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虛號長什麼樣子 虛號 來來來來來 他總共十個階段 感覺非常的丟 出來了 虛號長什麼樣子 他是不曾出現在 苦羅米世界裡面的 傳奇傢伙 God Best 好是這樣唸嗎 只有九萬四的 血量的虛號 長正不得性 我們來尻尻 尻他看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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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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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他會越來越強 這是第一階段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他 會越來越多強 好 他在空中 準備要旋轉進化 你看 像獅魔寶貝一樣 犀牛獸進化 第二階段 增加了一個砲台 他的血量 他的血居然變成青色的耶 他應該是不會打我吧 唉唷 好酷喔 哇 第二階段 嘿嘿嘿 幹什麼東西 一樣上天堂啦 一樣上天堂啦 又上天堂 唉唷 怎麼沒有 喔一下又上天堂了 即將上天堂 唉唷他好像有反傷的樣子 我是不是被反到啦 算了不管放我補血很多 慢慢來 第三階段 其實我覺得還蠻low的耶 我還以為他很強耶 阿就變綠色而已阿 你變顏色 有什麼意義 變顏色有什麼意義阿 再給我飛起來一次 快給我飛喔 喔 他又飛起來了 哈哈哈哈 從頭到尾看一隻犀牛在那邊 進化就飽了阿 是吧 喔 現在第幾階段了 喔 又在旋轉又在旋轉 天阿 喔 1 2 3 第四階段變金色了 還是繼續給我飛吧 你 繼續飛 繼續飛 快點 又飛起來 又飛起來了 這次飛的比較慢一點 幹 你讓我好失望阿 我以為你是看起來 像是金屬人這樣的般的猛獸 結果你居然是 犀牛變色體 變那麼多顏色沒屁用阿 長腳而已然後顏色變了阿 這第五階段吧是不是 快看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阿大哥 我真不知道我弟在幹嘛 不進化是不是 生氣了喔 快給我動喔 喔 又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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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1 2 3 4 5 這個是第六吧 到底幾階段阿 我已經忘記了 變紅色 這個虛號 紅橙黃綠藍電池 該不會吧 到外面就變複數了耶 喔 有攻擊性喔 感覺他是在咬我喔 你看還是沒有的 該飛了吧 噴一噴噴一噴 欸這次這個就打不死喔 噴不死他耶 哇 我已經沒辦法傷害他了 真的嗎沒辦法傷害了耶 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想下去會死阿 這樣有辦法嗎 沒有 沒辦法 打不贏了 這根本是做壞了吧這個 哈哈哈哈 哈囉 你現在第幾階段阿 你真的沒有血你第幾階段 你不會打我吧 唉唷要許我 不要喔 大大 求你了 喔還好他不是要殺我 他沒傷害阿 還是我們用我們的管理員去尻他 叫我們管理員過來好了 管理員在哪裡 我走到哪都不知道了 我家在哪裡啊我看到了 哈哈哈哈 管理員 快點出來幫忙 就是你了 好太遠了 GO RUN 來吧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應該是這個方向吧對不對 我來了 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 咬一下立馬背起來 根本就不需要我們的蜘蛛哥了嘛 我們這次管理員就夠了阿 帝王暴龍管理員 下一個階段進化了 拜託你像樣一點好嗎 這次太弱了阿 像樣一點快點 阿變成這顏色沒意義阿 阿變成這顏色沒意義阿 不要只會變顏色好不好 馬上飛起來 哈哈 天阿 然後呢下一階段呢快點 我在等著呢 喔有啦感覺比較帥一點阿 只是不知道第一階段而已 阿繼續起飛吧升起 升起典禮開始 不知道你們那種小學有沒有那種升起典禮 有沒有 最無聊的時刻 就大概是這個時候了 好大家都要仰望著國旗 不過在方舟裡面呢 是仰望著一隻犀牛 喔這是第幾階段 感覺已經 已經看不到他的眼睛了耶 繼續起承 咬不死了 咬不死了 一山還有一山高 那你狗雷 最後一個階段 喔隱形沒有用阿 完了這個就打不死了 一千三 一千三百等 完了這個就已經結束了 哇我們的虛號最終階段是長這個樣子嗎 你讓我太失望了 還在那邊吃草 好意思喔 算了我放棄了 還是咱們的鐵巨人比較強 但是這也改得太強了吧 不行不行那鐵巨人改得太強了 我跟你講一定會有人說 有老頭用塞他嗎 手套把他打爆 就跟你說他其他傷害都是無效的 只有界線突破的恐龍 才有辦法對他做傷害 好不好 不要再異想天開了 其他恐龍打他都沒用阿 算了我放棄了 好不好這個實驗就到這裡為止了 這是我們傳說中的虛號 還蠻弱的 然後呢再來就是傳說中的虛號 然後就是一樣 金屬人打不贏 我投降 說真的我投降了 金屬人目前太強了 沒有官方不再去做修改 我覺得真的沒有人打得贏他 我跟你講啦剛剛他是揮我四拳喔 我那隻兩千多億的血量的蜘蛛 就快不行了 所以說你覺得叻 好不好打想太多了吧 不要鬧阿 好嗎 幾千億在噴的阿那個血 好不好所以說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為止了 實驗已經結束了 好啦感謝各位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左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有機會再見面囉 掰掰 下方留言 我們拜拜 好聽說 點讚 著名字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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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讚